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跟大家聊聊兩件事 第一是一宗笑料 關於潘頓和希思事 第二宗我想跟大家看看 接下來國際騎士錦標賽的抽籤結果 12個頂級騎士 在香港統場經紀 剛剛抽籤 跟大家看看哪個騎士值得買 今週是國際賽走 理論上我應該要出兩條影片 要跟大家看看國際賽 每年都有做特輯 對上兩季都有 收視都不錯 今週我盡可能做 因為... 四個考試 我盡力 我想做的,不知道你們想不想看 但我覺得國際賽是一件事 香港馬圈是很重要的一項 很有話題性 很好看的 當然,如果你是霍島的 就沒什麼特別 你可以不當它一件事 但對我來說 我很想拍一個特輯 去跟大家談談國際賽 我希望抽到時間 還是有一句 好,開始了 首先,看看這宗笑料 試完就是這樣 昨天第四場四班千二 希斯和潘頓 贏了全業門 嘉應高星 一出即勝 賽後,希斯接受南華早報的訪問 提到嘉應高星 原來他不是想跑剛剛那場千二 他原本想跑上星期的直路賽 如果大家不羨慌 那場直路賽就是 希西打搭贏那場 希西打搭贏那場 為什麼會不跑那場 原來就是潘頓的主意 潘頓說什麼呢 看一看 潘頓一早預訂了中城寶寶 羅富泉那一隻 要跑那一隻 他又跟希斯說 不要跟這隻馬跑 千萬不要跟這隻馬跑 那隻馬是一巴馬 然後希斯聽了他說 他在上星期八天 看著那隻中城寶寶跑 他說跑第五 其實不是的 希斯記錯 跑第四那隻馬 他又心疼 要早點跑那場 我一定會搞定他 他說 I think my horse would have bitten him 其實他拿回這件事來講 就是想吹救潘頓 說那隻馬一巴馬 不夠跑 現在跑第四 差點第四 中城寶寶 不過我很驚訝 我很意外 我意外 不是說潘頓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可以左右賣念馬師 還是一向都是 或者不要說潘頓 以前偉達也是這樣 也有 好 免得撞 我有這隻馬 你不要補這場 你補下一場 你補下一場 冠軍級才有 OK 才有這樣的影響力 你也會過 連馬師肯聽 你也會過 例如說 甚至高東尼那些 你也會傻 你不怕吧 找另一個 但不是的 在希斯裡 他聽了潘頓說 不過這樣 你覺得 潘頓真的覺得 那隻中城寶寶是一巴馬 還是純粹他不想 沒有一騎家營高星 就在那裏作一個故事 大華說 那隻馬一班 你覺得 是他真的覺得一班 還是純粹他不想撞 又叫希斯 喂 不要跑那場 跑下快跑那場 我沒有馬跑 留給你們想 可以看看 遲些 那天中城寶寶再出 有幾大進步 潘頓說一巴馬 放了啊 潘頓 看看你信不信他 色目二代 不要說一班 突破四班 想三班站得住腳 才再想 好嗎 中城寶寶 羅富泉 這裏可以補充一點 加營高星 希斯說 我想他試多火窄 看看他可否轉腳 結果那個火窄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最後的火窄 潘頓扭到他轉腳 有時候 跑沙田 長短路 或者心馬 懂得轉腳 是很重要的 你看早著仙機 也知道 賢仔經常說 用腳 用得好 健康 又沒有煩惱 或者將來的前途 又沒有煩惱 頂得久之餘 又 腳髮不靚 那些空不容易弄傷 這些就是 就算在練馬師心目中 都是很重要的 對一些年輕人 你側身的馬 不要讓他學壞事 有些馬 不說哪個馬放了 香港到現在 都是這麼重口的 所以腳要用得不好 成就有限 多時都會靠練馬師 或者神粗 助手 騎士在試習 教他 教他 用腳 如果心馬 是懂得做這個動作 在試習 中會看到 或是在跳的時候 會看到 講到試習 高星、神粗 我在後面放我 可能會知道他懂得轉 免得扭 或者會慢事 多數出賽跑會比較好,這些是在試乘沒看到的 做到是一個好的先兆,可以考慮一下買不買 接下來看看國際騎士錦標賽的抽籤結果 現在跑9場,6點半,6點半開跑投場 因為國際騎士錦標賽會有儀式 所以是6點半開跑投場 看看今年的陣容如何 本地的幾位都是我們的冠軍潘頓 不過說真的,潘頓呢,我覺得今季是退步的 不是說勝出的低就踩他 有些馬跑路很淪盡,好像紅粉風彩 我也是 唉,薑誠是不太好 希望他會更像樣子 現在是國際賽,要收拾錢 黃色是上次跑頭三的賣 你可以叫做初步的方向 看看哪些騎士收拾好賣跑 本地是潘頓 太容易找到,方家柏 不要說是冤家路窄 潘頓幾年前是老廟,健康在忙 國際騎士錦標賽 他贏了賽後好像樹熊,抱著老廟 但老廟是硬太太 老廟整整人對男人硬太太太 這次跟方家合作 我想跟方家三季都沒有騎馬 上次都是騎士賽 沒有騎士賽 有錯自證 不要太記得 反正,你像老廟一樣 潘頓幫他贏的健康在忙 之後也沒有合作過 當然,阿妹都走了 所以,是奇境 其他騎士本地的東西先說一下 希威心的,叫後運旅程 那隻殺了顏色王子 真可憐 然後 河澤耀 他算不錯 他是其中一個騎士 駕駛手馬上有三隻 上次跑頭三 普魯心得 第二解作 川河貫區 當地也叫橫可爾 有兩隻 另外一個是川田 川田障瓦 駕駛三隻上次入Q的馬 不過,日本騎士好像比較舒適 真的要好跑 好跑馬的能力 先走 這次有一個成功的契機 另外 田雞 撿馬 能力不算高 但檔排得漂亮 密度籠又怎樣 電玩之鷹,騎士,鬥士不錯 其他兩隻我還未看得很透徹 至於有一個騎士 只有他 導演欣 四隻馬 沒有一隻是上次跑三甲 不過不要緊 你說見者 勤得威力 開心寶貝 這些是 一組沙田 有些又轉過來跑 有些又初跑谷 都是沙田過來的 那隻馬其實是邊邊線線的 所以不是說輸蝕得光 好似 好似 那些馬上次沒有上名 不懂得上 近跡馬馬 但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那外國騎士 我都可以介紹一下 有兩三位 可能是少見的 那些什麼巴米糕那些很熟 不用說 騎後上馬會會飛 那隻張登傑彩 前年 很記得 在外面一飛 衝上去 那位 毛浸鵬 這是在德國出生的 應該這麼說 他其實是哈薩克 然後在捷克 拿了幾屆 共軍 但那些都不太入流 真正出名 就是德國 是拿了 如果沒有記載 四屆的德國共軍劇師 然後又轉過去法國 去幫廢伯華 一個很出名的 殿堂級的電話師 就是 主理他的電話 如果你有看德國轉播賽 都看過他跑好幾隻 他都是當地大賽的上客 德國那邊 其實他的牌是日本客船 都贏了馬 也是 騎後上馬 也是很死定 得勝起的 另外 金美琦 呂騎士 今年 他不是不想問 賈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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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粉那單 他不是吃白粉 他已經說不是白粉 但馬會還告會另外一條罪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所以找了金美琦 金美琦 紐西蘭騎士 贏過五場group 1 好像不太多 但比較遲而出道 20幾歲已經出道 今年 他贏過的一級賽 所以是一個霧氣的女騎士 有話題性 他這四隻馬 抽到的檔位也挺漂亮的 我呢 馬都沒看完 怎麼說 撐誰呢 我留下星期三 我告訴你 先看看 有一個沒用的 這麼左右 有沒有買 還沒看完 我看完之後 告訴你 我撐誰 不過 你們撐誰呢 我就想知道 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在留言區再談 這段影片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睇 未給LIKE的朋友 給LIKE 未給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請問我